昨天22号上午由万里区鼎辽顺天府举办一场温府王爷平安绕境祈福活动 庙方表示这一次的绕境活动是三年一次的举办 而庙里主要供奉的就是温府王爷 而这温府王爷的神尊与王船最初是在和二厂的出水口海边所发现的 因此当天绕境活动也到海岸来回软 再到金山市区进行绕境祈福 热闹的镇头在金山街上平安祈福 昨天22号上午由万里区鼎辽顺天府举办一场温府王爷平安绕境祈福活动 庙方表示由于温府王爷神尊与王船是在和二厂的出水口海边所发现的 因此当天绕境活动也到海岸回软 再到金山市区进行绕境活动 这一场绕境活动来自各地镇头总共有40多组许多信众都在金山大庙慈户宫前等待绕境队伍的到来 庙方表示鼎辽顺天府所供奉的是温府王爷 与屏東东港的东隆宫一样在万里鼎辽也有数十年的历史 我幼儿的出租是温府王爷 温府王爷是跟铁港同仲说温府王爷的同样 他们铁港是温府潜水 我是温府王爷 幼儿我们去铁港请温府潜水来作会 所以说是没有做温府 温府就是同条36战宿来自租 所以现主席的王爷 都是36战宿来自租 庙方表示鼎辽顺天府所举办的绕境活动 都在每三年的农历10月13号举办 而今年特别提前到农历11号 加上绕境活动是三年举办一次 因此也是格外的盛大 而庙方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绕境 能够为在地居民带来平安 记者是段易经三采访报道